接下来为您播出天网 江南小城 一起令人恶然的续烂 繁杂工地 一场毫无头绪的追踪 无怨无仇 导火索究竟是什么 一声叹息 生命珍贵 何至于此 何至于此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15年3月23日 浙江省台州市的这座桥头 人头攒动 住在附近的群众 纷纷赶来 不约而同的向河内观望 有的则在一边议论纷纷 那么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大约十几分钟后 闻讯赶来的台州市 陆桥公安分局的民警 迅速将这里 封锁起来 这是位于市中心的一条河道 民警们赶到现场后 立即登上了 位于河面上的这个小岛 与此同时 另外一组民警 开始对整个河面进行搜寻 他们这是在找什么呢 三月二十二下午一点多呢 我们接到一个当地的群众 老杨的报警 老杨当时在那河里钓鱼 钓鱼的时候呢 河面上漂浮过来 有一段的物体呢 一事于人体的 他仔细看了之后 吓得他一跳 一事于那个人体的那个 大腿 我们这老杨当时就马上报警 老杨看到的 的确是一块人体组织 警方怀疑 有人遭到谋杀 尸块被人抛弃 刑警封锁现场 技术人员沿河道展开搜索 希望能找到更多尸块 发现尸块的河道 位于城区中心 周边是大片居民区 警方搜索行动 引得许多群众围观 繁华城区发生命案 群众议论纷纷 各种揣测传言不禁而走 让警方倍感压力 那么针对这个 我们马上就在河岸 河道里面进行射射 以及河道两面进行射射 那么经过射射之后呢 我们是从当天下午 一点半 我们到现在两点开始搜索 搜索之后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多 那么总共在这条河里面 总共在一公里的范围之内 一公里的范围之内 找到了11块的人体组织 搜索行动持续了近十个小时 警方在河道里 先后共发现11块人体组织 技术人员立即对所有尸块进行检验 案件性质极端恶劣 引起台州警方高度重视 警方当即成立专案组 对案情展开全面分析 法案世界不明确 法案世界不明确 那么法案一经过初步的 当天晚上经过初步的 试检之后呢 应该试困了解验之后呢 给了我们指挥部的一个大致的事件 当时给我们的事件是5到20天 法医事件发现 死者是一名成年男性 除此之外 警方对被害人一无所知 面对这样一起无头案件 确定失源是破案的前提 警方确定 对近期下去失踪人口进行排查 同时以现场为中心 对周边区域展开地毯式搜索 希望能发现更多线索 警方注意到出现石块的河道东侧是一座公园和一所中学 南侧是当地最大的居民小区 西侧是一片建筑工地 嫌疑人实施犯罪的第一现场 会不会就在附近呢 专案组确定 不放过任何一种可能 那么我们首先通过 巡特警大队 以及警犬 警犬是从一楼 美状房子的一楼地下室 以及一楼到四楼 进行了美状搜索 那么巡特警大队 对我们肉眼能够看得到的 就是说一些痕迹进行分辨 那么从美状楼 安楼 分给每一个人 从一楼一直到楼顶为止 每个房间 每个角落 不留死角 进行排查 警方的搜查行动 很快便有了发现 在距离河道不远的一处建筑工地附近 技术人员提取到一个可疑的黑色塑料袋 打开之后 把这些塑料袋里面呢 有长单 被套 卫套 以及两条衣服 两条裤子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位置的北侧 草丛当中又发现了一个切尾队 那么打开切尾队之后呢 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压手帽 一条裤子 两件铺绳的衬衣和一件那个卫衣 警方将所有物品拿回技术中心进行检验 结果在部分衣物上发现了属于死者的生物剪裁 正是这些衣物为死者所有 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对死者生前所穿衣物 反复观察 过程中 他们想到一个评估死者身高的办法 我们把这个死者穿的衣服进行了复卫 把这个衣服的特征 我们当时 好了一个木头 给他穿起来 让他们看这样子的 肯然 在这个特征的人 你们身高呢 当时根据家长的 他推断的身高是一米六五左右 警方注意到 死者生前戴过的鸭舌帽 帽颜内侧磨损严重 显示 主人戴过很久 而这条价值三五块钱的皮带 皮面已经裂开 主人依然舍不得丢弃 竟然用胶布缠绕后继续使用 死者生前穿过的裤子上 相比其他部位 小腿部位 布料磨损特别厉害 应该是与其他物体长期摩擦形成 所有这些细节 似乎都在暗示着 有关死者身份的某些信息 可是 他们究竟暗示出什么呢 为什么死者的裤子小腿部位 磨损会这么严重呢 一条磨损部位蹊跷的裤子 一个不合常理的抛尸现场 抛尸的行为 可以看出这个 这个状态的对象 他是一个性格比较接造的 他是基本上没有顾虑到 这个 抛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后果 会被公安机关抓住什么 应该说他抛得很愣性 很随意 第一现场究竟在哪里 嫌疑人又藏身何方 凶手杀人动机又会是什么 算对象跟嫌疑人 应该说是 有生活或者工作上 应该有交集 他们互相应该认识 何至于此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5年3月23日 在浙江台州 一名男子被人杀害 石块被人抛弃在 一处建筑工地旁的河道里 在建筑工地附近 民警还发现了 被丢弃的死者衣物 警方注意到 石块出现的位置 与死者衣物被丢弃的地点 相距并不算远 而且 嫌疑人丢弃死者衣物的地方 环境并不隐蔽 很容易被人发现 除了这个工地之外 如果说是外面的人 进入到这个工地的抛尸 它最佳的抛尸地点 应该是 这个工地的 紫外的河的 两百两边 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抛尸地点 它没有必要制造麻烦 这个帽子 容易被这个门卫发现 或者说被里面居住的人员 发现的这种风险 跑到这里面来抛尸 凶手抛尸 抛物的举动 有些不合常理 由此警方怀疑 本案第一现场 有可能就在附近 结合死者生前 所穿衣物 磨损严重这一特点 专案组将眼前这片建筑工地 列为重点排查区域 民警在工地上张铁戏查通告 同时对工地人员展开走访调查 了解近期工地有无人员突然失踪的情况 然而 面对这样一个拥有两千多名施工人员 而且流动性又极强的建筑工地 想要在如此繁杂的人群中 找出破案线索 又谈何容易 警方并不掌握死者的体貌特征 唯一有特点的 就是死者生前戴过的这顶鸭舌帽 然而 由于工地上的人们来自全国各地 大多数人之间并不认识 给警方排查工作带来困难 尽管如此 侦察员还是深信一点 如果被害人真的是这里的一名工人 那么嫌疑人很可能也隐藏在这片工地里 专案对象跟嫌疑人 应该说是 有生活或者工作上应该有交集 他们互相应该认识 或者是 可能是生活或者工作是在一起的 他们两个居住 应该说是不会很远 专案组分析 被害人与凶手有可能是工友关系 侦察员希望从工人们口中发现线索 然而 工人们告诉民警 如今在建筑工地 农民工之间发生激烈矛盾的情况 几乎没有听说过 而且他们认为 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发生 因为在工地 大家都是各干各的工作 各挣各的钱 而且干活越多 挣钱越多 如今大家都忙着多干活 谁会有闲工夫 与工友发生冲突 走访过程中 民警注意到 眼前这些农民工 与过去印象中的传统农民工 的确有了很大不同 他们现在上班 几乎都是自己都买来抽的 五个人 九个人 五个人 九个人 五个人 有九个人 都是有抽的 都是有 他们民工都是 他们说是在 有时候收入 一个月以外多 你们这么说 真的一个月以外多 多好多了 两夫妻 这更多了 对啊 两夫妻一年回去 都能在二三十万里 有些东西 你这个多少钱买的时候 这个便宜四千多 老板有钱也没事 我们用iPhone六很正常 那都工丁上面 我们老板有钱 赚钱多 基本上都用苹果的 民警了解到 近些年来 随着国家对农民工 权益的关注 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和待遇 都有了很大改善 越来越规范的用工制度 以及逐年上涨的工资 让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越来越高 但他们就确实 我话说回来 他们确实辛苦 确实辛苦的 其实这种辛苦是 一般人是无法承受的 民警们注意到 工人们每天只有八小时工作时间 为了保持保量 完成工作 多挣钱 每个工人几乎都在 争分夺秒的工作 甚至顾不上 与侦察员多说一句话 工人们工作节奏非常紧张 身上的压力 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这一点 侦察员在走访中深有体会 这也让侦察员 想到了一个问题 眼下发生的这起血案 会不会与农民工们 与日俱增的收入 或者背后的压力 有关系呢 这些会不会就是 这起血案的导火索呢 抛师的行为 可以看出 这个状态的对象 他是一个性格比较介绍的人 或者说他是一个性格比较介绍 但是呢 应该是没有多大状态经验的 这么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从他抛的这个行为来看 因为他有一些抛的东西 对象就丢在这个我们的岸边 那么有一些就是 从我们河里打捞的情况来看 他是很随意性的就跑到河里面 所以呢 他是基本上没有顾虑到 这个 跑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后果 会被公安机关抓住什么 应该说他跑得很冷心很随意 专案组分析 凶手作案前应该没有预谋 很可能是临时起义 或者意识冲动所谓 而且作案后 凶手很可能是因为紧张和慌乱 才将尸块和死者衣物 跑在相距不远 而且并不隐蔽的位置 显示凶手应该没有作案经验 那么嫌疑人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如果他也在这个建筑工地上 他会是做什么的呢 为什么他会对一个工友 下次毒手呢 通过几天的走访调查 工地上一个特殊的人群 引起侦察员的注意 这是一个在工地上 东奔西走最为忙碌的人群 他们不像其他工种那样 相对固定在一个区域工作 而是时而搅拌水泥 时而向四面八方运输各种材料 这种民工嘛 就是那种小工嘛 就是说做苦力的 就那种可能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就是说慢慢东西啊 东东西 文化程度呢 不要太高了 说的实在的 你这就是威尼啊 就有力气能拉啊 就好了了 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兄弟 在工地从事着技术含量很低的 体力劳动 侦察员留意到 这些农民工兄弟工作时穿着的鞋子 他们发现在建筑工地 只有这些小工们在干活时 穿着这样的高铜雨靴 而且侦察员注意到 他们行走运动时 靴子上部会与裤子的小腿部位 频繁发生摩擦 这让大家联想起被害人生前穿过的那条裤子 唯独小腿部位摸损严重 死者会不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呢 一条破旧的皮带缩小了警方排查范围 一段诡异的监控录像 让案情变得更加波朔迷离 他当时呢可能当时春节期间 天气可能比较冷 那么当时他去门卫那里呢 就是去接了一个就是这种太阳灯之类的 就是说用来取暖 工地里突然消失的戴鸭舌帽的男子 工旁内一名管道工离奇古怪的举动 究竟是什么让凶手动了杀截 3月8号发泄之后 那么我们就马上就是推往前往后推 这个人到底最后什么时候做的 何至于此 天网暗幕正在播出 2015年3月22日 台州市路桥区的一个在建工地发生一起命案 一名成年男子被人杀害 石块被人丢弃在工地旁的核道里 由于线索有限 警方破案工作进展艰难 为了找到试员 警方对工地上两千多名工人逐一展开走访排查 走访中侦察员注意到 这里的工人来自于全国各地 白天大家都在工地上干活 晚上他们中有的人在外租房子住 有的和工友一起住在工旁里 这些农民工兄弟平时接触的不是一起出来干活的老乡 就是在工地上认识的工友 每个人的生活圈子都很简单 侦察员相信 在工地这样一个特殊人员环境下 一个大活人如果无缘无故突然消失了 那么起码和他一起出来做工的同村老乡应该会察觉到 可是一连几天过去了 侦察员们却没有听到任何异常情况 这让大家感到困惑 警方决定对工地所有监控录像全部进行查看 同时出动警犬 对工人们锁出工旁板房 秘密的进行血迹搜索 专案组分析 被害男子如果是工地上的工人 那么他平时就应该住在工棚里 价值也就10块钱的 要对 拖了之后还用电工胶带给他捏起来 电工胶带捏起来 那你说不管怎么说 虽然我们的工地了解过 这底层的工人一个月工资也有130块钱 说明这个人是很节省很节省于人 那么所以这样子想的话 像这样子的人这么节省的人 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就住在工地里面 这工地里面住在工地里面 这样子他自己也不用租房子和省钱 符合这样子的特点 根据被害人生前所穿衣物的特点 侦察员分析 死者应该是一个年纪比较大 生活非常节俭的人 而且很可能就是工地上的一个小工 可是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凶手为什么要杀害这样一个人 他们之间会有多大的仇恨 让凶手要下次毒手 这起血案究竟是不是发生在工地上呢 工人们心存怀疑 现在和谐社会 那个运气不和谐的事情谁会干 以前说了实在 这个十多年前 二十年前呢 有时候那个人脾气暴躁的人很多 为什么呢 说了实在 现在生活两件大家都很好呢 说了实在都高高兴兴呢 对吧 没有这个茶家这种事情都很少 这个网络比较发达嘛 网络比较发达 他们学习的东西 接触外界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他们也会有自我的尊业 还自我的保护 还有各种各种人 各种方面都有提高嘛 就是不像以前 就是说好像骂骂他也没有 这样的功能是骂不得的 如果他这个事情做得不好 他觉得他自己有理 他就会跟你反驳你了 以前是不会这样的 以前他们是怕 怕失去这份工作 现在不一样了 对于工人们的怀疑 民警们也产生了困惑 在这样的工地上 究竟还会有什么事情 会导致发生这样的血案呢 案发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在现场附近的工地上 警方的摸牌行动还在进行着 忙于工作的工人们 谁也没有注意到身边发生了什么 都是门卫提供的一个情况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他们跟我们反映 在春节期间 就确实有这么一个老头 在工地里面 原来呢 他是住在那个 工地北面这个群楼这里的 那么后来呢 根据那个门卫反映 他当时呢 可能当时春节期间 天气可能比较冷 那么 当时他去门卫那里呢 就是去接了一个 就是这种太阳灯之类的 就是说 用来取暖 那么当时门卫说呢 你这样做 他说不符合工地规定 那么也怕出事情 据门卫反映 春节期间 曾有一名安徽级工人 留在工地过年 那个人 大约60岁左右 是一名水泥工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只知道大家都管他叫外号 老头 老头平时总带一顶 破旧的鸭舌帽 此外 门卫还反映 当时还有一个 东北京的工人 曾和老头一起 住在工棚里 可是自打春节过后 门卫再也没有 见过这两个人 工地门卫反映的情况 引起侦察员的警觉 警方调出了春节期间 工棚区域的监控录像 并在3月8号的 一段监控画面中 发现了一个 戴鸭舌帽的男子 经辨认 此人正是门卫提到的 那个外号叫老头的 水泥工 3月8号发现做的 那么我们就马上就是 推往前往后推 这个人到底 最后什么时候做的 什么时候没有的 结果经过往前往后推之后 发现 3月12号之后 没有这个人 之前每天 我们这小区门口 三个监控当中 每天会发现 一到两次会发现 这个人 在门卫的指引下 侦察员找到了 老头曾经居住过的 这间工棚 据包工头辨认 他们这里并没有一个 外号叫老头的水泥工 而春节期间 这间板房里留守的是一个40多岁 他们叫老宋的东北级管道工 不巧的是 一个星期前 管道工老宋突然得病 请假回了老家 管道工老宋的出现 令侦察员十分兴奋 老宋 会不会就是春节期间 和外号叫老头的人 一起留在工地过年的那个人呢 如果是 那么老头 如今人去了哪里 管道工老宋 会不会知情 老宋的突然生病离开 究竟是巧合 还是背后另有隐情 专案组立刻派侦察员 前往东北 寻找老宋的下落 与此同时 侦察员们继续查看工地监控录像 从3月11日 老头失踪前这天开始看起 对之后管道工老宋的活动情况 进行分析 结果有了重大发现 在3月12日当晚的监控录像中 民警们竟然看到了这样的画面 房间里彻夜不灭的灯光 天亮后 一个处处近近 异常忙碌的身影 房间的主人 一个晚上等于睡觉 那中间呢 一会开灯 一会关灯 一会开门 一会关门 水落石出 案件真相大白天下 还有呢 发现了他 向那个河道里面 扔垃圾 走了四五趟 匪夷所思的转动机 令人叹息的一场悲剧 孰是孰非 究竟何至于此 他们农民工 一整年都在外面的 他就仅仅需要 那一段时间回家 看看老婆 看看孩子 对企业真的不需要站在乎 何至于此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警方查看建筑工地监控录像 发现在外号叫老头的水泥工失踪前后 东北人老宋 行为表现有些诡异 有一个视频监控的 正对着这个东北人 就是外观东北人 住的那个群楼这个房间 做视频 一到晚上就看不清了 那我们就去做 侦察事业 那么正出上事业当中 我们发现了 虽然晚上 视频当中看不见 但是如果房间里面有灯开的话 房门打开 有房间有灯光的话 还是里面能够看到 有活动情况 画面中出现的这间板房 就是那个叫老头的水泥工 失踪前住过的房间 这段经过画面拍摄时间 是今年3月11日 正值春节期间 画面显示 此时房间里只有管道工 东北人老宋一个人 侦察员注意到 这天晚上房间里的老宋 行为举止有些怪异 这个房间 那天晚上 房间的主人一个晚上都没睡觉 那么中间呢 一会儿开灯 一会儿关灯 一会儿开门 一会儿关门 隐隐约约 有人出来 但是出来之后 干什么去了 看不清楚 因为这个条件不错 那么越来越可以 我们就很详细地一路看上去 我们当地给他数了一下 那天往上他这个门 开呀关 开呀关 将近二十次 将近二十次 将近有二十次 进进出出 三月十一日晚上 老宋一夜折腾 没有睡觉 他这一夜 进进出出 究竟是在干什么呢 侦察员紧紧盯住画面 生怕错过点什么 天慢慢亮了 视频画面 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民警们发现 折腾了一宿 没有睡觉的老宋 天一亮 又早早开始忙活了 大约六点左右的是 房间里面 那个水清 一直在清理出来 水从里面 涕进去 涕进这里面 就水不停地地面 他用扫把把水扫出来 用那个裂盆把水倒出来 中间很多次 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 从房间里面 向外泼水的过程 有好几次 还有发现了 他向那个河道里面 扔垃圾 走了四五趟 就是扔垃圾 其中是有 这种塑料袋的垃圾 也有水桶 这种提出去 倒掉了 侦察员注意到 从三月十一日这一天起 之后的监控画面显示 那个外号老头的人 再也没有在这间工坊里出现过 而东北人老宋 也在几天后 撑并离开工地 回了老家 三月十一日这一夜 东北人老宋的一系列 不寻常的表现 以及此人 多次到河道边 扔垃圾的举动 令侦察员联想到 出现在河道里的 被害人的尸块 以及被丢弃在工地附近 装有被害人衣物的塑料袋 管道工老宋的作案嫌疑 迅速上升 2015年4月10日 犯罪嫌疑人宋某 在吉林堕巴 让警方意外的是 当他们找到嫌疑人宋某时 宋某对自己杀人犯罪的事实 竟毫不回避 交代了 2015年3月11日晚 他在打工的建筑工地工棚里 将同主公有戴某杀害 并分尸 抛尸的犯罪事实 而嫌疑人宋某交代的杀人动机 却出乎所有人意料 甚至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据宋某交代 当初他之所以同意 收留被害人戴某 和自己一起居住 原本想法是在孤单的春节 为自己找个聊天的伙伴 事实上 被害人戴某刚搬进来住时 两人相处得还不错 直到3月11日 案发当天晚上 宋某意外发现 被害人戴某竟然用他的脸盘洗脚 这让他十分生气 那天晚上 他对被害人戴某大发雷霆 不料 被害人戴某非但没有向他道歉 反而与宋某激烈争吵 最终两人动起手来 过程中因暴怒而失控的老宋 失手将戴某打死 发现戴某死亡后 嫌疑人宋某十分害怕 为了逃避法律制裁 他又做出了分尸 抛尸的罪恶举动 那么 究竟是什么样的愤怒 会让嫌疑人宋某 为区区小事大发雷霆 进而做出剥夺他人生命的举动呢 一提到杀人 宋某的情绪反映巨变 他拒绝与任何人交流 在过去的这个春节 在这间宫旁里 两个留守工地过年的农民工兄弟 他们之间究竟还发生过什么 究竟还有什么东西 刺激了嫌疑人宋某 让他在那天晚上 会突然变得如此疯狂 这一切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四十多岁的宋某 在外打工已经多年 宋某家里的经济负担很重 为了省下路费 宋某已经是第三次 选择留在工地独自过年 他不是不想回家 而是因为回家回趟回来 其实路费对他们来说 这一切多块钱也是挺兴奋的 他是宁悦选择不回家了 也就带着这个地方 带着这个地方 其实他其实很孤独的 就一个人就带在那里 而被害人戴某 年近六十岁的他 从来没有成过家 十几年来他一直四处打工 大多数春节 他都是在异乡孤独度过 原本并不相识的两个人 在2015年这个春节 他们的生活就这样意外出现了交集 在那个居家团圆的日子里 独自身处异乡的他们 原本可以相互作伴 可最终却不可思议的 因为区区小事 酿成如此血案 他们农民工一整年都在外面的 他就仅仅需要那段时间回家 开开老婆 开开孩子 对企业真的不需要在乎 他们需要的政治 有时候真的需要 跟家里团聚一下 所以就是说 这段时间他们必须得回家 所以不回家的那部分的民工 其实他的心里上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发生在建筑工地上的这起血案 虽然侦破了 但是案件背后依然有许多问号 需要我们慢慢去打开 一期看似无法侦破的无头案件 在台州警方的不懈努力下 历经十天奋战 最终终于搞破 民警们用执着与智慧 最终为死者讨还了公道 守护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一桩看似简单的盗窃犯罪 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侦查确证 嫌疑人监口不言 心存侥幸 侦查员针锋相对步步为营 什么原因让他绿绿躲过防御制裁 什么证据让他白口难辨 当庭认罪 无懈可击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